在斗罗大陆中,王东身为神王之女,他从一出生就得到了蝶神的传承,而且身体里面还有唐三和小五的血脉,为此来到斗罗大陆之后,唐武童的天赋可以用妖孽来形容,其实新生大赛,他一个人就可以解决,只不过他不想使用浩天锤暴露身份,而且他的光明女神蝶本身也是很强的,这也是让他站在了不败之地,那么他最终的魂环配置是什么呢? 目前在新生大赛里面,唐武童的实力是大魂师,而且是已经29级的大魂师,魂环配置却是一黄一紫,要知道一般人第二魂环最多能够吸收百年,但是唐武童能够吸收千年魂环,显然是得到了蝶神的神次魂环,而且他的身体素质也是足够强悍,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,霍宇浩要更加的无敌,其实并非一定要按照年限来吸收,毕竟他起步就是百万年魂环,只要在魂兽愿意的情况下,任何魂环都是可以吸收的 当然也是有一定风险,不过只要意志力坚定,基本上都可以 其实男女主的魂环都是很强势的,从唐武童第四个魂环开始已经是万年魂环了,为此,他的成长非常的快速,当光明女神蝶进化成龙神蝶之后,他的魂环配置也是得到了全面升级,和蓝银黄血脉觉醒是差不多的 为此,后面魂环达到了六黑三红的地步,和小五的配置差不多,但还要更强,毕竟他还有其他两个武魂 当然,唐武童最过分的操作,就是回神界去拿魂环,他最后一个魂环,就是唐三赋予的神赐魂环,也是海神的力量 这就极其恐怖,为此,第九魂迹有一个技能,就是海神降临,相当于就是喊带打 不仅如此,估计每一次实力提升,他都可以得到蝶神的神赐魂环,为此王冬的年限,基本是都是直接落满 也是因为这样他,可以完全展现光明女神蝶的力量 而霍宇浩的魂环,大部分都是几十万的起步的,这也是让他的灵魔武魂提升到了极致 毕竟轮回眼还要恐怖,而且他开局获得百万年魂环,也是成为三生武魂的魂师 理论上他的外挂比起唐三还要恐怖,最终也是成为了情绪之神 算是一级神里面顶级的存在了,也是唐三的得力打手,后期也是有望成为神王的 但不得不说,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定的 对此,小伙伴们怎么看,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